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划播 户名中华印经协会 划播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沪池印证经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辨识台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中文字幕提供 讲到这个如来之声产生了 从这个如来之声产生了魔合般若 所以他称他叫如来秘密之障 这个如来秘密之障 三个要领 第一个是解脱之法 第二个是如来之声 第三个是魔合般若 魔合般若就是大智慧的意思 这三个点把他画起来刚好是等变三角形 意思就是说 他并不是哪一个是哪一个的条件 而是三个整合在一起 在古巴利文 这个三角形整变三角形 它练作一字 所以都是一的不是白人 所以我们知道 行佛里头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这个如来秘密之障 有了这个如来秘密之障 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不一样 那么我们看了 在整个的一个行词 要去行佛里头 我们从五十叛教 从这个华人石 这个欧函石 方等石 般若石 法花 涅槃石 五十叛教里头来看的话 每一个时期都会谈到 佛都会谈到三十七道品 也就是说 要行佛 这三十七道品是非常重要 这三十七道品 在这个华人经里头 它说 它是光明的智慧 在欧函藏里头 它说是人生的资粮 在大般若经里头说 正是般若的信药 它在唯摩洁经里头 却说 它是我们 这个能够得生佛国的 凭借 在大智度论里头 它就告诉我们说 它是菩萨净土 在阿弥陀经里头 它告诉我们 它让我们产生念佛 念法 念生 还不止如此 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听到 都会真正听到 这个五根五粒七菩提分八正道分 都会时时刻刻 我在练佛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这个地方 大波涅槃经告诉我们 那么让我们真正能够入于常乐我境的 那个无量寿的这个领域里头 所以这个行佛主要的内涵 就是三十七道品 就是四念处 四正秦 五根五粒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它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你在看 一个人什么叫做这个四念处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念头来的 有的念头就有我们的想法 就有我们的行动 所以心理学家怎么说呢 他说你怎么想 就怎么做 就怎么感受 想做感受 这是连起来的 所以怎么想 怎么做 接着自己的感受 自己觉得不信 也是从想法来的 自己觉得很欢喜 也是从想法来的 我们怎么做 一定是以想法为根基 也产生了我们的感受 所以这三个分不开的 那谈到这个四念处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他说观生不尽 观受是苦 那么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我们必须要懂得这样子来观察 观照这件事情 那你这样讲起来很丰富 那我只能够简单 简要跟各位讲 观生不尽这件事情 在我以前所读过的古德 所住的住室里头 都是讲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人生 就是一个血笼包 就是里面就是血 就是一些 他不干净 他是一个臭皮狼 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很多什么 就最后 相近以后拉出来的都是臭皮狼 这个生是不尽的 这个生有很多的欲望 这个生有很多的需求 但是我在读这个研究西方心理学的时候 尤其在做神经科学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有一天恍然大悟 观生不尽 就是你要注意 你的身体 就像波涛汹涌的海啸一样 他一点都不亲近 波涛汹涌 怎么说 只要有一个人 责变了你一句话 或者有一个人 讲一句鄙视你的话 你马上 哗就起来 哗就起来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把你的脑子 把它推到功能性的核磁共振 加MRI 但是这种MRI上面 是一种叫功能性的核磁共振 叫FMRI里头 你就可以看得到 哇 我的脑子一块红一块纸 这样变成了 还不止如此 心脏也不一样 也加快了 连我的身体 其他的结构 全部都绷紧 所以 波涛汹涌 要注意 观身不尽 我们只听一句话 就这样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突然间 有一条蛇 或有一条蛇 跑出来 你会吓了一跳 你吓了一跳 心里面会怎么样 你跳得很厉害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稍稍在带人做街舞或工作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点让我们觉得不顺的现象的时候 我有时候 有时候会咬牙切齿 有时候会跟别人冲突起来 有时候脸会变得 马上很快脸就会变得很难看 所以我们学心理学的人 必须要学会看 会读 个案的脸 他的表情 不是像命的像 是看 要学会看 为什么 他在焦虑 他在无助 他在紧张的时候 他的线条 他的眼神 他的表现 还有肢体行为 我必须能够读得出来 看得出来才行 那么你知道 我们说 这个 观身不尽 我受到一点冲突 不顺利 或者被别人批评的时候 我的肾上腺素 马上就释放很多出来 然后一释放出来以后 肾上腺素 出来就是通知你 把你身体里头的能量 释放出来 准备怎么样 准备 要攻击 还是要逃 所以脸马上就缝紧 讲的话 语调马上不一样 会咬牙 要紧紧的 绑得紧紧的 甚至一手 是握着的 所以 他的变化非常的 非常的大 如果 我碰到愤怒 我碰到恐惧 我碰到狱卒 我在喊狱卒的时候 怎么样呢 也是一样 波涛汹涌 很狱卒的时候 很无助的时候 很忧伤的时候 你看他好像没有力气 但是 他是另外一个地方产生的 当我们 这个 血清 张树呢 他 开始一掉下来了以后 我们人马上 就 开始垮下来 好像 突然间 低潮了 下来一样 然后别人稍微 刺激一下 他又会上来 所以我们要注意 观 我们的身 真的是 他并不是 那么 清净 他是波涛汹涌 的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我们一定要 常常注意 你如果想要 享受的话 那你 一旦习惯 没有那个受的时候 你会很苦 如果你碰到苦的时候 他本来就苦 所以 你要知道 你不要被那个受 不管是好的受 或不好的受 不要被他给缠住 观受是苦 他是苦的来源 吸毒 也是一种厉害的东西 这个毒 只要一进去 我接受到 我的快乐神经被他一散一下 然后 我就上瘾了 以后 我想快乐 就 要一点毒品来 给自己爽一下 到最后 没有他的时候 受不了 用抢都要去 都要吸毒 所以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我们的心 无常变化 随着环境 无常变化 要注意 所以修行的时候 要注意 心 要 持续 要安定 那么 无常变化 但是 这个地方要解释的 当我们起来 拨热 有了拨热 心安定下来 拨热了以后 环境再变 我的思想 却怎么样 所以能够随着 我的环境 做正确的回应 那 也叫无常 所以 但是那个无常 称为叫真常 真假的真 常的常 而不是无常的常 那么 我们看到 观法无我 所以一切我们生活之中 零零种种的事情 都叫法 我们生活里头 所有零零种都叫法 你以为有一个我 我也以为我有一个我 你讲了我 你批评了我 你骂了我 我马上很生气 我们都以为有一个我 我们有一个我 我们检查到了 说自己已经 已经生了癌症了 我这个我 就非常的不稳定 很伤心 我以为有一个我 但是佛 却告诉我们 观法无我 怎么说呢 你的我 都只不过是你 日常生活当中 透过你的知觉 收集了很多的资讯 把这些资讯 储存在你的资料库里头 你以为那就是我 我什么时候 真正领悟到这件事情呢 是我当 第一个小孩子诞生的时候 在那个预孕房里头 我看了 我的小孩子 就是用一个带子挂在她的手上 上面写的 写某某人 自然 如果是女孩就写 某某人之女 是某人某日生的 字写的细细的 在那个地方 连床位都有 但是她没有名字 还没有取名字的时候 她没有 她不叫做正实言 她也不叫做什么 都不是 可是取了我的名字以后 取了有这个 有你的名字 有我的名字 有你有我的时候 辗转不见 我们就 就见不到我们原来的佛性 我们就以为这个 现在这个就是我 那镜子来照照都就是我 要不要这样 最近看着滴滴滴 开始来了 年轻的人 哎呀我怎么这会长得 脸长得不够漂亮 我希望有双眼皮 就开始有这个我了 但是其实这些都 都只是一堆资讯而已 她告诉我 官法无我 有的我都只不过一堆资讯而已 你能如此的看的时候 你所面对的这些事情 都是一些资讯的处理 真正的我是无量兽 是一个空性 她不只活在当下 是当下的主人翁 所以在做得了主 残家常常讲的 须得自己做得了主 那是我们的主 那有一天 我连老了 我要走了 是不是 她又回到了 如来法界的空性 她无量 受她在 那么我们能够这样子 去看着这个人生 在工作各方面 你已经有一个主軸在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 肃正群 我称之叫主动的心力 一个人呢 已生的 已经生的这个恶恋 我用一段 未生的恶恋 我不让他生 那么未生的善 我令他生 以生的善 我令他增长 那么我们称为 叫肃正群 其实一个人 能够这样子 好的不断的成长 还没有 自己还没有的 那些善 我愿意把它培养出来 这就产生了 一个人的主动性 这个人就变成 他很有实力 他很有主动性 主动性对一个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 在心理学里头 他主动性这个字 他用的 不是我们讲说 这个人 他这个很automatic 很自动的 不是 他是用initial 是自发产生 而且是有想法 有点子的 你产生了这个力量 那在里头 我们能够主动 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时候 我们的主动性 就会越来越好 我讲一些 跟教育有点关系的 给大家听 很好玩 这个主动性 有一位世界级的 这个儿童脑神经外科的医生 当然也是这一方面的 很top的 一位科学家 他呢 后来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他说 这本书叫 The Gift The Gift of Time 时间的礼物 时间的礼 那是gift 礼 的礼物 他那本书呢 翻开来第一页 上面写的 外国人常常写 上面写的 给我最敬爱的老师 莫菲 这个他敬爱的老师 莫菲 他怎么说呢 他说当我 在苦苦的挣扎 在苦苦的挣扎 看不出希望的时候 由于你的智慧跟爱 我才找到了我自己 做出了我的亮丽的人生 然后他谈的是说 什么呢 他说这个老师很有耐性 所以他用时间的礼物 这个老师呢 他在他五年级的时候 接了他这一班 这个莫菲呢 看到这个孩子呢 好好的 可是呢 考试一考呢 美国考试也很多 很多人误会以为说 美国不考试 不是 美国不用 Examination 美国用Test 每一个老师上完课以后 都会Test一下 Test的目的 不是要计算你的分数 计算你的排名 是Test 是要帮助老师来了解 学生了解了多少 哪些东西是 学生比较不容易了解的 他叫Testing 来测试的 那么 那天上完课 老师马上做一个Test 是数学课 做一个Test完了以后 老师一看 告诉他 没有一题做对 十个题目都做 可是 这个老师呢 就单独把他叫去办公室 他说你来 然后 他拿出 他那张考卷 他说Frey 他的名字叫Frey Frey 这张考卷是不是你写的 他说是 那就先把名字写上去 因为他忘了写名字 他就把名字写上去 他说我不相信你不会 我们来试试看 我把媒体重新再给你解释一次 好不好 我们来做做看 所以这个老师把媒体 五年级开始有四则运算的东西了 他就给他解释 那老师一解释完 这小孩子马上讲出答案 不需要计算 马上讲出答案出来 第二题 第二题 老师就把第一题打插的地方 把它圈掉 打一个勾 第二题 他拿着笔 老师又解释一次给他听 答案马上就写出来 又对 结果实体全对 所以老师好好的 就跟他研究发现 这个小孩子 他有阅读障碍症 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为什么呢 他读这个东西 148会看成184 读英文或读这一行 有时候会跳到另外一行 148跟184 那些差很多月 然后呢 他就开始教他 慢慢的认识 读东西的时候 要拿一个米达词 读完了以后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然后再来计算 结果他的成绩开始好起来 未来要 这个Moffie呢 还找了 Fred的阿姨 就是妈妈的妹妹 在中学教书 所以是不是可以 请他 每天帮他看一下功课 而且 结果就慢慢的矫正 一直到他练大学的时候 他去申请这个东西 去考大学的时候 大学给他回来一封信 说你应该去干精神 精神科 因为他里面写的东西会跳来跳去 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医生 就帮他写了一个东西 写 给学校 说这个孩子的智能非常好 但是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可以写了 所以才产生这种现象 你可以 他只有阅读 产生这个问题 其他的都不会 你们的考试委员会 可不可以 破格录取这样一个孩子 结果没想到 放旁完来以后破格录取这个小孩子 竟然培养出来一个世界级的脑神经 外科的医生出来 为什么 因为 从他那个地方 他也开始研究了 耳朵脑神经 做了很多的研究 而他呢 就因为受到莫菲的鼓励 他说 我的主动性 以及我以后 主动自己去教证阅读上可能的错误 他不是没有错误 他必须要主动的去 去做这些东西 他的信心来了 他越来越好 所以他越来越积极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他在谈 他自己的时候 我们觉得主动性对一个人来讲 确实真的实在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再看 主动性重要 主动性 一个人 能够主动的好好去努力 单纯专一 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很单纯专一的 做在一件事情上 然后 不会这里摸一下 这里丢一下 这样子 我看到了一些人 他们都很专注 但是在专注里头呢 他们却怎么样 他们却 跟这个专注的目标有关系 他们却非常广博的知识 阅读了很多广博 在专注的这个点上 我跟一些企业家 都有点 因缘 他们找我演讲 我有时候 跟他们聊一聊 我发觉 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现象 他们在一个 专注在这一个事情上 跟他相关的东西 他会很 很专注的 把这个东西系统 叫系统思考 跟执行能力 美国 盖勒普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调查企业家 这些CEO级的这些执行长 总经理这些 这一级的人 问他们 如果你告诉年轻人 拿几样东西 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 他说 他们回答出来的东西是说 其实 就是 他必须要单纯的 在 他的 方向上 努力 但是这个单纯里头 包含五个因素 这五个因素是什么呢 是明 知 能 干 力 这五样东西 第一个是明白事理 广博的知识 多方面的能力 试炼 好的生活习惯和工作 干练的工作习惯 毅力 这五个因素 但是他必须要 透过一个比较单纯 一个人野心很大 一口地换这个因素 他没有办法产生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 这个 主动性的一个发展 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 事如意足 一个人能够如意 事情能够实现得好 能够做得好 那么 事如意足 叫欲 情 心 观 欲就是你准备做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欲 情 我很精进的要去努力 情 心 是我肯用心 去思考 收集 了解 观 是 时时刻刻 我能够观照 绝照 这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 欲这件事情 有目标跟没有目标 差很多 一个人 我曾经 在好多个场合 在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 你一例一休以后 我赞成 但是 在教育上 必须要先教好 我一个礼拜可以有两天可以休息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 这点很重要 因为美国做过这个研究 后来称它叫礼拜天的神经值 叫Sunday neurosis 就是那一天 我没有什么目标 也没有要做什么 在家里 他在家里干什么 在家里 通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出来 也许跟家里的人吵架 也许跟小孩子在那个地方吵 也许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出来 他应该是真正拿来调整他自己的生活 调整自己的信联生活 培养自己应该有的东西 让自己也有休息 也有成长才对 但是没有 你只是提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都值得好好去思考 但是我们发现 一个人如果当天没有什么目标在家里的时候 他确实会出问题 所以有好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以后 留在家里 他们走不出去 也没有什么目标 还没说你的 父母亲上来讲他一下 他就爆炸 会摔东西 会翻桌子 他跑来我那里做智商 来智商的是爸爸跟妈妈 为什么他快受不了了 老师 我说发作的人是他 你想不好把他带来 他才不来 我只要跟他提到这件事情 他就快要 又要跳脚了 你看怎么办 可是他没有目标 他每天在那个地方 在哪里 没有目标 只好在网路上在那里留恋 这是出现这些问题 欲很重要 你准备做什么 人生准备做什么 我人生结束的时候 我准备要去哪里 我很清楚 就像我母亲一样 他也很清楚 我告诉你 我父亲才有趣的 我父亲他根本就不信 我们全家都信了 他不信 他不愿意学佛 我们跟他讲 学佛很重要 他怎么说呢 他你们不是这么讲吗 这练佛 可以练回向给人 你们一个人都练几身 回向给我 不就好了吗 我这个宝贝父亲 实在很好玩 我说 我母亲在跟他讲说 话是这么说 回向是回向我们正当的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吃东西你并不饱 我们欣赏到好的食物 你并没有欣赏到 就是那一天开始 他后来 他就跟着我们 后来他也皈依了 不只皈依 每天练佛 他跟我母亲两个人 四点半就起来练佛 他手上一直拿 他手上拿着练佛 很认真的练佛 他说 我就是要来阿弥陀佛 你不听 有一天他在告诉我 他说 他叫我的小名 然后他说 我告诉你 这佛珠太小粒了 粘着没粘着没粘着 那这佛珠 现在小了 练起来好像 没分量 有没有大一点的 我说有 我来找找看 我就到佛光山的台北道场 我发现了 有一串四分之一粒 那个菩提子 没有车过的 很大 四分之一串就这么大了 我说你要练 我就把他 这个请回去 然后给他 他说 嗯 这很有串 这阿弥陀佛 粘着很有串的 很有串的 你知道 那一串念珠 练到他往生的时候 那一串念珠 发亮 那本来 那本来 很像 这个 粗粗的 一粒一 上面还一层 粗粗粗一粒一粒的 那些都变得那么 都练 还帮他重穿过好几次了 发亮 我父亲的往生很特别 他就睡一睡这样就走了 他没有受到苦 很特别 那么我们知道 人生有一个欲 生命究竟的欲 每一天工作 我们工作也有一个目标欲 勤 我们才能够振奏 我们能够用心去思考 去接触这些 能够真正的关照 去掌握有正确的方向 那么这些东西 就是在我们的事业生活上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我们再看 涵养精神能量 涵养精神能量就是 信 敬 炼 定 慧 五根 五力 五种根本 五种力量就从这个地方来 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稳定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也很稳定 信 我每天很精进的 愿意去做一些 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那是精进 我时刻起正念的时候 有丰富的知识 起正念 我心里面能够安定 那就是定 禅定 我有智慧 去判断 去思考 信 敬 炼 定 慧 它能够培养 我们产生到我们的精神能量 这个精神能量呢 这个在心理学相关的 他称它叫做 叫dynamic energy 叫做动态性的能量 叫dynamic energy 他说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psychological energy 特别还讲这心理 心灵上会产生的 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它会产生出来 有了这种能量呢 我们的人生 那么我们的精神能量呢 丰富的时候 我们才会安定 我们有这个丰富的精神能量 说我们会健康 有这个精神能量 说我们做事情呢 能够持续 能够做得好 心里面会笃定 我们说 那叫精神能量 我们简单给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精神能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精神能量 如果 有一个人 他对着你 然后批评你 甚至于 不只批评 他那个话 简直就是 把你看得很低 这样 只有只是一句话 就是那一刹脑之间 我们的精神能量 马上 就被那一句话 搏走 我的 我的这个dynamic energy 会被搏走 那搏走了以后 我的能量下降的时候 我要想办法怎么样 去抓能量回来 他批评了我 或小看了我 或委屈了我 我的能量被搏走了 那 我现在能量下降的时候 我要想办法 很快的把能量搏回来 能量搏回来的时候 我可能 回过来批评他 或是谁会来消遣他 或甚至于 愤怒的 骂他 我还想把他搏回来 但照理讲 搏回来 我们有时候在骂人 或者是对别人 讲了很不客气的话 跟他对杠的时候 就我们当时有一点点爽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搏了一点能量回来 但是从外头 从直接这样拨进来的能量 那个能量呢 是激化的能量 激化的能量很像我们那个电塔 我们电力公司 那个高压电塔的 那个电压 我问他们说 你们那个电塔最高的那个电压 那是多少 他说16万伏特 那我们家呢 我们用120伏特的电 那个东西进到我们家 我们所有的家电 是不是全部都毁掉 那所以 我们如果要把我们自己的心理内脏 要把它毁掉也很简单 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发作 而且是常常发作 甚至于还会翻桌子 丢东西 拍桌子 你 你比较少了 你的能量 你拨进来都是激化的能量 那些激化能量 就会伤害你身体的各个内脏部分 都会慢慢伤害 精神能量如果是缓和的时候 我们能够真正进行慈悲喜舍 我们能够从真善美 我们从能够从念佛经里头去感觉到说 我自己就生活好像在极乐世界一样 你的能量会不断的进来 这个能量慢慢的丰富化来我们自己 丰富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爆发 丰富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会变得比较好 禅定的功夫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能量的一个激化的情形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研究里头发现一个现象 这是有一位美国的神经科学家 叫James Austin 这James Austin他有一年到日本去讲学 他就顺便到草洞中去学佛 学作禅 回去以后他本来就是神经科学家 他专门研究禅定跟神经之间的关系 到最后他一直要找一个东西 我们身体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 都有一个脑神经这个脑袋 都有一个位置 情绪有情绪的管情绪的地方 思考有思考的这个process的地方 这是prefrontal lobby 我的直觉有在我直觉的地方 我就想找一个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被我找出来的话 我们用一种什么功课 让那个地方可以变得功能变好的话 那我就开悟了 有来开悟的时候 我们的精神的能量就会越来越丰富 所以他研究了半天找不到 他说没有这个地方 但是他却找到了一个答案 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的身体里头 有知觉系统 我看东西 听东西 接触东西 知觉 收集很多资讯进来 知觉系统 有我的记忆 长期记忆库的记忆系统 有了这些以后 我也会类似跟这件事情 过去我留下来的情绪 感情的经验 会放在我的感情跟情绪的边缘系统 然后我要处理这些 我还有一个直觉系统 一件事情看了以后 我直觉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什么 那个直觉 叫Intuition 然后把这些东西 通通输入到我的前额脑鼻子 来Process 来做思考 决策 行动 做出一个正确的东西出来 然后他在研究里头发现 影响干扰最大的是情绪 这个人的情绪如果浮躁不安 或这个情绪很低落 那他送到这边来的时候 处理东西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甚至有时候 他处理出来的答案是错误的 但是干扰最大的情绪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的边缘系统 也就是在我们的脑干周围那个地方 但是他要送出来的时候 有一条线路 一条蛮大的一条Cable 他要送到我的前额脑鼻子的时候 中间要经过一个叫做扣带回 叫前扣带回那个地方 前扣带回那个地方 比较柔软的 比较soft的人 soft的人 他的情绪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有小扫毒的功能 可以把这个冲动 把那些东西给扫掉 然后把这个东西的情绪 变成比较稳定的情绪 送到这边来 然后我思考出来的答案 做出来就比较亲民 比较觉醒 比较能够做出我们正确的答案 所以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精神能量 其实消耗我们最大的是 我们的情绪系统 那个地方如果僵的 那一人 一愤怒的时候马上就翻车 一愤怒的时候就举手 揍他的家人 那个地方不行的时候 老板才讲两句 对他讲两句话也没多么怎么样 就稍稍批评一下他而已 他马上递辞成 我碰到好多种个案 那么所以这个部分影响我们也很大 精神能量的部分 但是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是值得我们留意着 那我们的自我觉醒这部分 也就是其觉知 我们有炼觉 责法觉 精进觉 喜觉 清安觉 定觉 舍觉 这里面 觉 灵性的觉悟 的觉 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 不管是 我们讲炼觉 就是我们的观念 必须是心觉察的 责法觉知 我在做决定选择的时候 我必须是清醒觉察的 责法觉 喜觉 我欢喜的时候 不能喜就冲昏了头 我也要觉察的 清安觉 我要很轻松 我要过 我要轻松 你要轻松也要觉察 不能轻松没有觉察 会把自己灌坏 是不是 清安觉 定觉 你真的心定下来 也要觉 也要醒觉 否则的话 会变成什么 变成死的定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 这个我们说叫无忌空 虽然是定了空了 但是他没有智慧 那么舍觉 我在我们的舍 我在我们的舍 割舍 舍 布施上 也要觉 那这七种结 全部都是在一个 绝这个问题上 但它的核心 刻底是在 整个结合起来的 这个七觉知 整个合起来的绝 叫七菩提分 它变成我们的真正的菩提 那么我们发现 当一个人愿意修正 从这七个地方去修我们的禅定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去静观的时候 科学上大树的研究 是怎样发现 宾州大学 那么这个 有一个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pirituality and the Mind 就是说灵性的研究中心 它研究到这个决心 能够培养得起来 能够把我们的各个部分脑子整合的 祥和 产生很好的决心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心灵 就进入一个比较清静的状态 那它在很长的报告里头 我把它归纳这几点 我们能在修行 能够去行词 这个是行佛 第一个 它这个七觉所产生的 提升我们的大脑的 这个神经的功能 增进的 会增加我们大脑里头的 心的回路 它会改善我们的生理跟情绪的健康 在生理上跟心理上 我们会变成健康 第二个 增进了我们的自我功能 这个每一个人 这个有一个自我的效能 叫self-efficacy 或者我们自己的ego-function 感觉到self-efficacy 这个东西会变好 因为我的心 真正觉醒 所以增强了我的自我功能 适应环境比较好 对于周遭的世界的知觉会比较清楚 第三呢 它可以产生我们的灵静 内心里头的平静 而且容易发展出社团的意识 产生了爱心 提升了我们的创造力 有生之连 我们还看到超越的那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人能够自我省觉 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来 那么这个能够行持 在我们的炼觉 择法觉 精进觉 喜觉 清安觉 定觉 舍觉 这个地方好好住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这些效果出来 那么正向的人生 也就是八正道 七觉之八正道 这八正道是 见诗 雨夜 命 静 炼定 这八个部分 都是正向的才行 我们有什么知见 我们有什么意见 必须是正向的 我们的思考 必须用正向思考 我们的说法 语言 必须是一种正向的语言 我们的行为 必须是正向的 我们的行业工作 我们的职业 也必须是正向的行业 精进 努力 努力 也是要正向的 丰富的知识跟观念 这些东西都必须是正确正量的 那么安定也必须正向 合起来成为八正道 这是正向心理学 谈到这个正向心理 我这个跟大家简单的 简单的来描述一下这个问题 正向的心理呢 在当今最红的心理学家里头 有一位叫做 Norman Benson 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他说其实一个人的人生 他会变得真正的正向的话 简单的讲 最简单的讲 就是长处和美德 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他的长处发挥出来 长处 美德 然后呢 他呢 归纳 全世界古文明里头 他归纳出来 有几样美德 是几乎是不管是 基督的文明 罗马的文明 这个文艺世代 复兴时代的文明 或者现代的文明 中国的文明 都有 他说 这个佛教的文明 各个宗教的文明 他发现 有这几样美德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是 人道 一个人呢 能够对待人 行人道 第二个呢 他告诉我们 智慧 他是用智慧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用脾气 也不是用成见偏见来解决问题 第三 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不会变得 动不动就畏缩脆弱 第三 他是有正义感的人 正义 是一种美德 有涵养的人 什么叫涵养 心胸宽阔 人家讲话还没有讲完 都扑扑条 那没有涵养 有涵养的人 他可以听 听完了以后还可以跟他谈 甚至于从人家不同的角度批评的东西 还可以吸收到一些对自己有启发 有帮助的一些见解 涵养很重要 涵养对自己的健康也是很重要 超越的 超越 也就是说 他知道除了这个人生之外 有一个超越存在的那个世界 他跟信仰 他跟我们的这个宗教生活是有关系的 他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一个人的长处 把他人生有的能力培养出来 又有这些德恨 他这些人 这个人的人生 他自然就走向正向的那个方向去 可是在真正应用一台的时候 他特别强到一个宗教 他告诉我们 他说 一个人 如果能够真正能够巴正道 这巴正道其实就是正向 他说正向思考是最重要的 叫positive thinking 一个人能正向思考的人 他自然而然就乐观 他说什么样乐观呢 他说我们平常生活 总会有时候会碰到一点挫折 会碰到一点难题 会碰到一点不顺 或者别人对我们的批评都有可能 但是正向的人 乐观的人 他只是想 他只是批评我这一件事情而已 并不是批评我全部 可是呢 碰到顺境的时候 悲观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父向思考怎么想的呢 等着吸尿去 尿去等着死老鼠 是刚好是碰到的 他把他好的东西萎缩到 我这次运气比较好才这样子 这些人是富向的 是negative thinking的 他做的好的东西 他因为讲说 这一次就只有一件事情 其他的我不行 他看起来 所以 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 说正向负向 正向负向常常都是从父母亲那里学来 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爱之生责之切的 那样子的父母或老师 容易教出负向思考的孩子或学生 只有爱之生责之切 只有在责不行 你要怎么样 他错的时候你要告诉他 他对的地方你要怎么样 你也要告诉他要欣赏得到 这样他才会正向 所以有的父母亲 他是整天都是在挑小孩子的错误 这个错那个错 结果他脑子里头都是负向的 但是有的父母亲他不是 他说嗯 你这篇作文写的很有感情 而且你这篇作文很有意思 你把结论摆在前面来写 好像在写社论一样 有感情又有社论的那种架式 真的不错 这里面有几个错字 你稍微改一下 这篇文章就很好了 那个小孩子会越来越正向 如果好的东西都不讲 你看 错别字这么多 文章又欠通顺 这个小孩子 有什么事情 回来 他越来越说 他的负面思考越来越多 会差 越来越差 有一个 妈妈跑去跟我讲说 他说 他对小孩要求也不多 国民小学要求高一点 住宅要考90分 到国中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住宅也有80分 但是他常常没有到80分 就被妈妈 他说现在我的小孩子 却走不出去 他考完了 这个就是念高中 他去住宅要车 也不去上学 就一直躲在家里 那就是负面思考 导致的退缩 的一种现象 我讲的这些东西 从试炼处 四正寝 五根五立 七不敌分 八正大分 你看起来 这一个整个东西 其实都是很宝贵的智慧 都是很宝贵的智慧 透过这些宝贵的智慧 我们也很容易发展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 长处跟优点 所以要行佛 要从三十七道品开始 现在从三十七道品开始 我们真正能够过 日日是好日 夜夜是春宵 我们真正能够过得好 一个能够真正 这个行佛 乐佛的人 这个人呢 那么他比较能够 培养丰富的智慧 他的人生也变得 比较稳定 比较庄严 他开展了 真正能够开展了 人生的意义 而且能够开启 宽广的宇宙心 那么能够这样子 产生这个觉醒的时候 还有几件事情 我觉得我给各位报告的 从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行持 产生的我们的长处 以及我们的优点 美德跟长处 这些优点 那么我们发现 透过这个部分的行持 我们的人生真的 有佛光普照的感觉 一切比较顺遂 碰到一些问题 比较容易转环 往顺利的方向走 心情比较安定 也比较乐观 所以在研究上发现 这些乐观 欢喜的这些人 他们平均的寿命 比一般平均 大19% 他们生病住院 发生病发病症的可能性 比那个负面思考 没有行持的这些人 那么这个没有行持的人 产生病发症的可能性 高了很多 通常大型的 大的手术 六个月 那个比较正向的那些人 也在行持的这些人 六个月以后 大概他身口都已经复原了 但是呢 那一个比较负向的 这些人呢 他们再次入院的几率呢 却高了 是他的两倍 是一般人的两倍 他比较高 就免疫系统上来讲 这个 真正能够 用这个道品呢 去开展 这个佛光普照的人生呢 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好 他们这个应付压力的能力呢 也比较高 所以 我们在这里呢 那么给大家讲 我今天好像来做一个广告 37道品非常重要 但是呢 这个37道品呢 其实每一个地方 我都可以从心理学里找到一些研究来跟它相应 但是这37道品 但是这37道品 你说37个我怎么行呢 你要把37道品整合起来变成在练佛里头 你在奥弥陀经里头 你也没想注意到 奥弥陀的那个极乐世界 时时刻刻 法音流转 是不是 让我们产生练佛 练法练圣 是不是 这里面呢 有孔雀 这个 有这个嘉宁贫杰公命之鸟 是不是 他们呢 出和雅音 是不是 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真正看到 听到五根五粒 七不敌分 八正道分 意思就是说 在我平常里头到最后 我总设在我的 南无阿弥陀佛里头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有了这37道品 你的身 你的心 你的灵 都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得到很大的启发 跟得到很好的欢喜 我给大家报告到这里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波帐号 5001 6766 5001 6766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南无据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除发心护主不动如来 南无据种种三摩地